李白草书上阳台铁,上阳台铁,唐,李白书,纸本,纵二十八,五厘米,横三十八,一厘米,草书五行,共二十五字,上阳台铁,是李白所书自永四言诗,诗文,山高水长,物相千末,非有老笔,轻壮可穷,十八日,上阳台书,太白,音首清高宗弘礼皆书题,清连一哈四字, 郑文又上宋徽宗召集寿金书提签,唐李太白赏阳台一行,后至有宋徽宗召集,袁张燕,杜本,欧阳玄,王于庆,威夙,邹鲁,清乾隆皇帝提拔和关款,卷钱后及和水上前有宋赵梦兼子顾,遗斋,甲四道秋贺图书,袁张燕思印,欧阳玄印,以及明相远辩,清凉清彪,安琪,清妹府,近代张伯局等建藏一样, 这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记,其落笔天奏,收笔处一放开封,宋皇平间评李白的诗,与书云,即观其稿书,大类其诗,迷持人缘想凯然,白在太原,只得监,不已能疏传,金其行,草书不见古人,山谷提拔, 此帖曾入宣河内府,后归甲四道,元代金张燕处,名藏香园遍天籁阁,清代先为安琪所得,再入内府,清末流出宫外,民国时入张伯居首,建国后献给国家, 1958年磁铁,专交故宫博物院收藏,清安琪墨园会观,内府时取宝集出篇等书,有著录。